你们看我抓到了一只什么 原本我还在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 结果一只穿着黄金甲的僵尸村民就锁上门来了 下午赶紧打开了录制软件 从而保留了这珍贵的一幕 而我的铁门呢 也是这边为村民设计的 防止他们成天乱跑 没想到这次正好给僵尸村民派上了用场 走 虚弱药水送 刚好之前合成的虚弱药水没地方用 还有 诶 我的金兵我放哪里了 我去外面的箱子找一找 果然在外面这个箱子里面 不过有一点我不能确认 那就是穿着铠甲的僵尸村民 会受到我虚弱药水的效果吗 结果还是有在伤瘸的 来 喝一口我的虚弱药水 放心 绝对无毒 质量有保证 他怎么不过来啊 难道不过我的铁门给卡住了吗 那你就 这就尴尬了 差点忘记了这种生物的智商 是不会采上羊毛的 这下就好了 为了保险起见呢 你还是多喝一瓶虚弱药水吧 新品贵之下 接下来能不能变回村民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正在查阅资料中 正在努力查阅资料中 正在超级无敌努力查阅资料中 啊 根本就差不到 虚弱药水和鸡苹果 能不能对穿卡甲的僵尸有效果呀 保险起见 我还是再做两瓶虚弱药水好了 反正成本也不贵 偷看他鸡眼应该没事吧 为什么他身边没有奇怪的气泡啊 nice 我们的药水好了 让他多虚弱几次 应该没问题吧 我丢 看 他好像在鬼畜的抖动了 难道是说我的虚弱 应该马上就要生效了吗 nice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起码没有浪费我 八个精力合成的菁苹果 没想到还是个渔夫 四个煤炭一个绿管 我去 这是在感谢我 特地给我打折的吗 哎 鬼鬼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找煤炭 我来了 62个煤炭应该不会拒绝吧 我 我 你的职业呢大哥 我出一趟门 你连渔夫都不想做了吗 哎呀 有毒啊 放过我吧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会打折的村民 居然就凭空变成了傻子 我不做村民了 杨杨 你以为你罢工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我这就给你造一个奖台 强行转职 成为图书管理员 我就来了 不想工作是吧 我把这奖台放在这里 我看你还想不想工作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你哪也不去去 回来可去 只需要一个绿宝石和一本书 就可以和你换一本无线附魔书 这也太强了吧 这个图书管理员看起来不简单啊 你等着 我马上就去再做几本书 我又来了 把你的无线都给我交了 不知道这个奸商生计以后会卖什么 第二碗附魔书 我还是买一本吧 不管怎么样 一颗绿宝石一本 起码不亏 我先把东西都放起来 有了无线以后 自然要附魔在空间上面了 不过 我的任务等级好像不太够 全球一波动物 给它经营还不少呢 然后再去刷怪升级 为了我的无线公父母